提升消防队的救灾能量台中市污至西南消防分队顾问团 这一天是捐赠了一台消防警备车给西南分队 而这台警备车平时就用于各项的宣导及训练等请勿 在灾害发生时来载送装备器材前往救灾 有助消防请勿的执行 守护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台湾市消防局人员接过车钥匙现场响起掌声 无日西南易消分队顾问团 这天捐赠了一台消防警备车给西南分队 想要提升消防队的救灾能量 西南分队算新的一个分队 在这段期间 大家这些易消的 去找一些国民会 为了要这些更好利用 我们的父亲的宣导 一些易消要出门的时候 公布车让他们坐得更安全 他们很热心他们在他们任内 因为这边西南工厂本来就很多 所以他们认真很多顾问来照顾我们这边的一些消防工作 所以他们有这些款项 他们今天特别捐了一台勤务车 那这个勤务车几乎配备啦 各方面都是最新的 市府下方就表示 西南易消分队顾问团员许多都是在地企业组成 感谢打火弟兄救灾辛劳 这一次捐了这台警备车给消防队 平时用于各项宣导及训练的勤务 在灾害发生时 再送装备器材前往救灾 让民众生活更有保障 那今天很高兴在这个易消顾问团的 各位顾问的支持之下 捐赠分队一台后勤警备车 未来这台后勤警备车将用于消防查查 水源查查以及防火宣导等各项后勤勤务 那希望这台车的加入 让西南分队的车辆战力越来越齐全 在地企业秉持取之于社会 用之于社会的态度 充实消防队的设备 也期盼有更多民间力量的加入 一同守护市民神明财产的安全 接下来旭风台中厂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